这一盆千叶吊篮已经花了三四天了 它都开始长新叶子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养了 我就把它挂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两三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而这个千叶吊篮它是非常好养的 对光照几乎没什么要求 在这个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 或者是这种半阴的地方 都能长得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千叶吊它是比较耐寒的 只要零摄氏度以上就可以过冬 所以我的这一盆冬天放在这里的话 是完全可以过得了冬的 不过夏天如果烈日暴晒的时候 最好要给它遮一下衣服 这盆食用玫瑰放在这里已经缓了三四天了 现在它的这个汁的话 长得都跟这个一样高了 说明它完全缓过来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有五到六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对于大马士革来说 勉强够它的生长和开花 这个大马士革它还是比较耐寒的 所以在北方如果这个温度不低于零下15摄氏度 都可以在室外过冬 在我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它也不怕热 夏天在室外晒也没问题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